你唱得好棒 我听了不高兴你就生气了 我都不是很高兴 是否有你有的未来 想到我们的过去 都让人感慨 希望所有好朋友 都能站起来 还有你曾经 疯狂爱上的女孩 再过几年 是不是依旧难以缓缓 可是安定 或者是不需道理 谁都可能 暂时的失去勇气 外面不安的世界 骚动的事情 不能熄灭 曾经你悠悠炽热的心 我是真的不会表达我的爱 却很在乎每个人对我的期待 平凡的交散 站在小小的舞台 我又那么勇敢的说出来 时光音乐会 第二季 第五期 在本期节目中 时光音乐人 田振 孙岳 梁永奇 阿渡 周深 胡夏 以及时光好友 范世奇 陈立农 一同回顾了阿渡的音乐旅程 以别样的方式 再现了属于阿渡的音乐时光 今晚 让我们随着音乐 一起重温那些年 阿渡给听众带来的精彩 作为装着的阿渡一出场 便带来了《思叶》这首歌 歌曲颇有现代艺术片的感觉 平时的歌词 加上阿渡富有特色的沙哑扫音 思思入寇地演绎出了 在外务工人员的孤独与无奈的心境 在节目里 阿渡回忆起过往的艰苦岁月 表现出的不是忧伤 反而是一种肯定 人生只有经历过坎坷 才能走得更远更稳 一段歌迷精心录制的VCR 通过节目组送到了阿渡面前 许多阿渡的歌迷 纷纷为自己喜爱的歌手 送上了诚挚的祝福与期盼 让阿渡感动万分 歌迷的鼓励和陪伴 给予了阿渡勇气 去致意内心的不愉快 去勇敢面对生活里的困难 去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这个世间有人记得自己 有人爱自己 当真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 胡夏选择了阿渡的 你就像个小孩 那种自然而纯粹的声音 一响起 立刻让人感受到了 纯粹的少年感 仿佛置身于一个舒服 简单又幽懒的环境里 26岁时的胡夏和26岁时的阿渡 都经历过迷惘困惑的时刻 幸运的是他们对音乐的坚持 让他们保持住了那颗赤子之心 生活里有时做个小孩也挺好 用一种乐观积极 无拘无束的心态 去对待喜怒哀乐 保持一颗纯真的心 或许可以更容易地处理问题 可以活得更自在 更潇洒 借着歌迷视频性的袭击 其中一位阿渡的歌迷 范士奇也来到现场 作为时光好友的他 演唱了《放手》 他用出色的唱功 让人沉浸在优美的旋律中 久久不能忘记 而歌词中所流露的那种坦荡 释然 也深深打动着美味观众 拥有四年音乐时光的陈丽农 这次则选择用一首《天黑》 至今前辈 他娓娓道来的强调 赋予了这首歌别样的色彩 让原唱阿渡也连连赞叹 孙岳本次则选择翻唱了《天天看到你》 这首歌被他演绎得温情满满 带给人一种柔软的感觉 他每一句投入的声音里 都包含了无尽的思念 节目里 孙岳坦诚地和观众分享了一段十分艰难的经历 26岁拼搏的他 由于太过专注工作 以至于忘记吃饭 落下了病根 但在孙岳脸上 观众读到的却是一种积极与乐观 他的那种热爱生活的态度 值得敬佩 年轻是奋发追梦的好时机 但在拼尽全力向前冲的同时 也不要忘记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 这也是孙岳想要告诉每一位观众的 田正选择了阿渡为数不多的 较为欢快的歌曲《爱上谁》 通过他比较摇滚风格的演唱方式 观众听到了一首 韵味独特的《爱上谁》 热烈的氛围 让音乐人们直呼惊艳 这首金曲本身也在微微地散发着 他新被发掘的魅力 此外 现场还掀起了一阵阿渡模仿秀 数位歌手纷纷展现了自己学习的阿渡墙 风趣中不失暖心 足以看出大众对阿渡歌曲的喜爱 在节目的尾声 周深演唱了那首筷子人口的歌曲 Andy 歌声灵动而真挚 歌曲背后那段阿渡与妻子相入一墨的故事 借由音律缓缓诉说 使得听众心里生腾出了一种别样的感动 好歌的好 不仅仅在于好听 更在于它其中包含的那一份情 即使已被无数人唱过无数遍 可当熟悉的前奏再次响起时 你仍旧会忍不住合唱 从中汲取难忘与感动 最后一位出场的梁永琪 演唱了阿渡的《坚持到底》 她治愈的声音温暖着每一位听众 融化着心灵的每一个角落 对于歌手们来说 音乐早已成为他们生命里的一部分 是自己坚持下去的信仰 是自己潜心的光亮 就像歌词里写到的一样 不管有多苦 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 那些人生的酸甜苦辣 总会随着美妙的歌声 或流传或消失如烟 时光音乐会 不仅让听众能够重温金曲 还通过众多优秀歌手的翻唱 赋予了这些好歌 全新的绚丽色彩 好的音乐 从不会畏惧时光的洗礼 反而在岁月的魔力之下 时听时心